新加坡机场已经被认证为全球最佳的机场 在张宜机场历看的景点就是雨漩涡 全世界最大的室内瀑布 高40公尺的雨漩涡 在白天可以欣赏水木 从天空落下来的瀑布 在这个植物森林湖里 周围360度是环绕着绿色的植物 这里面的气温也相当的舒适 就连新加坡人都会来得脏 它的位置就是在第一行下 搭配机出关前不进口 但是转机不出关是逛不到的 如果是在第二第三行下要去雨漩涡 可以有空中走来的 也可以搭免费的轻轨 这里水舞灯光秀 晚上7点半到11点半 一小时一次 雨漩涡在每一个楼层都可以看得到 有时还会看到机场的电车穿梭来往 这里的植物园是24小时开放 但是要看雨漩涡是要晚上才有的 灯光秀表演会搭配着音乐 与投影在布布上的光体 呈现出一幅又一幅的超震撼动态灯光秀 现在就来西上最不能错过的灯光秀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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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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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